你好 下次你收编谁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不要我开的人你又招回来 万人还以为咱俩有什么问题呢 你收编黄碧锅 筷子 阿福 这些精英强将的时候 不会明天跟我说吗 你还为这事心里不舒服 这事是我考虑不周 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我向你道歉 不用 已经过去了 好了 我晚上请你吃饭 地儿你挑 那我要挑个贵的 行 把林林开了吧 为什么 她就不是干销售的料 你何必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呢 我倒是觉得 她在销售这方面 还是挺有潜质的 连我的全都不听了 不是不听 是我刚刚答应她一周之内 帮她签单给她转正 那倒不行 为什么 思雨 我就直说吧 我待她三个月 她毫无突破 你待她一周她有签单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袁杰 林林能不能签单 我也没有把握 但就算她签了 也是你帮我打的基础 别人不这么想 只要咱俩心里没芥蒂 别人怎么想跟她俩没关系 你说得简单 咱俩现在都是带团队的人 怎么能不考虑别人 是吧 袁杰 林林她爸现在重病 她需要这份工作 要真想帮她 多的是办法 何必非要用这种 让我难堪的方式 受人已渝 不如受人已渝 她已经有基础了 现在让她放弃有点可惜 为了一个 林林伤你我的感情 你不觉得可惜 袁杰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思雨 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 你只是陪跑 就一个林林 没什么影响吧 架不住今天一个林林 明天一个一一 后天二二三三呢 袁杰 我已经答应你了 但你还是不相信我 老是防着我有意思吗 李思雨 你摸摸自己良心 没我能有你今天 现在我就让你 帮这么一个小忙 你说一套做一套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我怎么说一套做一套了 那你现在就把它开了